时事焦点 热门话题 专业评论员时事观察 时事观察 各位听众理好 我是梁燕成 跟大家讲讲世界大事 美国贸易战 现在在北美 与加拿大大打一场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以前有墨西哥 美国和 加拿大 最先是美国和加拿大 后来加上墨西哥 墨西哥相对这两个国 是较弱的 较小的国 而加拿大相对美国 都是较弱的 但是加拿大很多时 它的买卖都是靠输出去美国 因为加拿大是一个 不是靠自己的工业 很强大的国家 它是靠 它自己的资源 去卖出去 旁边有一个 已经最灰的美国 加拿大当然 卖给美国就搞定了 但是涉及争议的时候 加拿大都是较弱的 就是弱国无外交 美国如果大石 扎死蟹 也很难有加拿大 有什么办法 可以处理到 所以凡是争讨 争讨加拿大 都是处于不利的地位 特朗普突然间 在全球各国 包括欧盟 加拿大都是他自己的盟友 他都要玩 中国当然是假想敌 而这个贸易战 在北美方面 特朗普说 墨西哥对美国不公平 强迫墨西哥接受很多条件 结果 墨西哥突然间 跟美国签署 已经同意了 美国很多要求 差不多 差不多 投降 美国逼墨西哥的东西 其中一样都挺特别 墨西哥人民可能比较欢喜 就是强迫 墨西哥那些汽车工厂 被工人的工资相当高 即是说 跟美国差不多 令到美国的设厂 就不会转到墨西哥 用廉价勞工去设厂 令美国工人无功做 这个强迫墨西哥也同意了 而当然 美国工人的高兴 如果墨西哥工人都高薪 那些厂就不会转到墨西哥 那 特朗普这些招数 先列出一些很可黑的要求 然后谈判 谈判完就减低了可黑的要求 其实他没有蝕任何东西 他原本就是这样 但是对方很多事情就犯 这些当然都是美国 特朗普谈判的技巧 对加拿大也有很多很可黑的要求 只要加拿大肯让步 他就没有那些可黑要求 他本身 美国是没有任何损失 但是加拿大有一个基本争拗 那争拗就是 加拿大的奶类产品 是很弱势的 加拿大对美国奶类产品的入口 增加300%的关税 令到美国奶类产品不能够在加拿大卖 以至加拿大的奶类产品 才能在本国卖 这是保护自己国家的做法 但是加拿大这个做法 是不符合自由贸易的 然后加拿大这个 要求特朗普强烈的压迫 但是加拿大又不是很狠狠就饭 特别在一个 supply management 那个基本上的 所谓的 农产品价格 那个系统 加拿大不肯让步 即是说他要保护自己的 那些奶类产品的农场 因为那些 那些农场的牛得 几百只 而美国那些几千只 如果真是公平竞争 加拿大在输 而最糟糕 就是对加拿大来说 这些农场主要都是 在汇巴克省 而汇巴克省 如果那些投票 那些区 不投给加拿大自由党 那自由党就无法执政 因为现在 在加拿大的政党 就是汇巴克省 是佔相当多的票 如果那些小的一批票 就可能成为多数的政党 就不能当政 所以 杜鲁多 加拿大总理 怎麽都要死守 但他这地方强硬 因为他自己说明 自己 不会对加拿大不利的地方 肯签约 签到约 一定是对加拿大有利 但这个对加拿大不利 但其实又不是很公平 美国这地方是最大的施压 至于其他汽车的问题 因为美国汽车 很多去加拿大做 如果一施压 加拿大一入口 美国要加重税 即是美国汽车 去加拿大做 再回到美国 比很贵 那就不值得了 所以这些等等 都是一些真拗 加拿大这方面 喜者方面 让步都不是不可以的 但是 奶龙那样东西 接及选票问题 就是一个问题 但是 美国自己 迫加拿大的时候 他预约几个大的压力 第一 墨西哥现在跟美国签订 是现在 这个总统 他到12月1日 就要转交权力 给新总统 因为他要下台 他下台之前 搞乱局 等下任的总统 难搞 就是 簽了很多对墨西哥 不是很公平的条约 令到下一个总统难做 但是 如果到12月1日过了 那 签不成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因为没有加拿大签 是很难 是没有可能签得成的 那 这个情况 就会全部转变 就是墨西哥 所让给美国的 可能没有了 所以美国的压力 一定要逼加拿大 就是在10月1日之前 签约 那 跟着美国自己 都面对着 内部很多意见 那 因为 基本上 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 美国是順差的 即是赚加拿大钱的 那 他和欧盟和中国 都是逆差 但对加拿大是順差 那 如果他不签 他对自己没有什么好处 反而是令自己少收入 那 所以他逼加拿大 是 不一定让美国 是有最大的得益 那 而 这个 还有 就是 美国自己的工业 即工会 都觉得 无需逼加拿大 因为很多工业的运作 在美国 他有些部件 都是在加拿大买的 例如汽车工业那些地方 以前没有这些关税 两边是自由贸易 很简单 等于加拿大设厂等等 等于在隔离州设厂一样 突然间整个关税 令到那些部件入口 就贵了 令到那些工业的制作 成本大大增加 引起很多问题 同一个问题 跟中国贸易也是这样 非常大 多的部件 在美国 在中国买回来 如果突然间加拿大 中国的关税很重 其实就害到美国的工业 买回一些贵的部件 而且如果你要重拆 部件的新的来源 重新建立另一个地方设厂 或者重新建立另一个国家投资 花多很多钱 又花多很多时间 才搞成 但在短期内 令到这些工业产品 成本大大增加 所以自从全球化以来 本来全球化的目的 是想对美国有利 将全世界的资源 抢全美国 因为美国那么有钱 当然 那些弱点的国 都会被他抢奪到很多资源 但突然间 你跟较为强的对手 要一整关税的时期 较为强的对手 有很多东西 是对美国有利的 大家都是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 互相牵连 你一整理他 就会害自己 也有困难 特朗普也知道 他用贸易战 逼中国 其实美国自己 都受害很大 大家都知道 美国只是 现在 特朗普 把强势 逼人 去争取自己的好处 如果赢了 他就可以大肆宣称自己的好处 特朗普的支持率 亦是相当提高 特朗普和奥巴马当年一样 因为他都够强行 又够特立独行 他想借这些 令自己更有威望 但如果要强硬的对手 拖下去 是对美国不利的 美国其实 对外打仗也是 速战速决 美国一定会贏 但如果一度拖下去 好像是越战 拖下去死了很多人 美国就受不了 接着打伊拉克 急急要退兵 因为你不断在那里有损失 所以美国用贸易战 逼中国 逼加拿大 这些 就希望速战速决 对方即时就范 对美国最有利 特朗普拿了好处 如果对方一强硬 拖下去 特朗普都会计算 对自己将会不利 现在加拿大也是看死 我现在几代都不签 你不要逼我那么多 有些我都要违回自己 国家人民着想 一起硬的时期 北美贸易协议签不成 那10月1日 墨西哥所带来的好处 都没有了 除非美国独立和墨西哥签 现在特朗普恐吓 放弃退出北美自由贸易 除非如此 但美国一直在加拿大 赚取好处 都因此会得不到 所以这些都是很复杂的问题 当贸易成为血肉相连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你一斩下去 不单止斩低对方自己都相买 当然中国自己都要面对着 这些困难 这个困局 在这段时间之内 大家都会看对方的忍耐力 会不会有个下台 为佳比特朗普 这个就是看下加拿大 或者中国这些 是有没有一个这样的 给他拿到面 但是 又不让他要挟到的方式